朋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北约的峰会啊 在这里召开着啊 那么现在呢 他们进行了这个场外的互动会啊 反正就是一对又一对的啊 开了这个会议嘛 对中国发动这样的谴责 那样的呼吁台海的稳定啊 台海的和平 南海的那么自由航行 但中国根本就不理会他们这些东西啊 因为就是说 跟你好说歹说你不听 那来了 就是说来一次干一次 就这么简单 那么现在大家知道 中国呢有很多方面的反制啊 第一个呢 美国波音对中国采购近300架空壳飞机感到失望 他就是说 开始说这个怪话了 意思就是中国跟啊 这个法国的空壳公司 跟中国军工复合体 有某种不可告练的秘密 说得很难听 那么这个确实对它打击很大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中国稀土成立国际贸易公司 进一步巩固和垄断啊 稀土的这个啊 呃 贸易啊 和这笔生意啊 对美国又是一个最大的打击啊 我们来看一看好吧 呃 美国波音对中国采购近300架空壳飞机感到失望 中国三家航空公司 南方 中国国航 中国东航 7月1日发布公告 呈向空壳合体购买292架空壳A320 啊 NEO客机 美国波音公司抱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竞争 争端 损害了自身商业前景 地缘政治分歧 继续制约美国飞机出口 令人失望 南方航空中国国航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7月1日宣布采购啊 292架飞机 波音称 作为与中国航空业有50年关系的美国最大出口商 地缘政治分歧 继续制约美国飞机出口 令人失望 将继续力劝美中两国政府进行富有成效对话 啊 呃 那么大家要知道啊 呃 我们来看看外交部是怎么回复的啊 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啊 那么这个外交部是这样回复的 呃 啊 官媒啊 就是不是外交部是官媒啊 环球时报指出 彭博7月1日以空中巴士赢得370亿美元的中国 喷嚏式飞机交易对波音公司影响为题 文中点名中欧采购合同对美国波音公司巨大 啊 冲击 文章称空中巴士公司从世界中国航空公司手中赢得 有史以来最大的292架客机订单 价值超过370亿美元 这家欧洲制造商对美国波音公司在中国 民机领域主导地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彭博的文章称 这笔订单有助于巩固空中巴士在中国市场地位 文章认为 空巴凭借在中国当地的总装生产线确立优势 报道称 波音公司历来将一家中国航空公司视为最大客户 但在其最畅销的737 MAX型号两次坠机 以及美中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后 波音在华业务已经放缓 那么像《华球时报》等媒体呢 就是说像美国这样的讲话呢 根本就不值得一搏 意思就是说跟地缘政治有关 那么你说跟地缘政治有没有关系 那当然跟地缘政治有关系了 因为老兵上一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一集我们再做一些补充 那么首先第一个空客的飞机 它在中国是放在中国生产的很多 它是来中国这边来组装的 那么这边是完完全全由我们的人来参与 那么这个飞控 飞控一定要控制在自己手里面 这个不能让它走后门 那么所以说这个一定是要控制在 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这是最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说过 飞行控制的这个东西早就有了 所以我们都说911是一个骗局 大家懂吗 美国它一直都是搞骗局 你比如说这一次中国的宇航员 在太空拿个杯子倒过来的时候 那个水是流不下来的 但是然后美国就是造假 因为他们那个阿波罗那个时候好像是水流下来的 还有那个飘动的那个国旗 那个有风吹的那个美国国旗 这个都是假的 因为中国不停的在打 美国说中国是在造假 你想想看多可笑 所以我一直以来 我都不相信你50多年前你能登阅 现在你还能登阅 对吧 有些网友还说 那个是真的 那是真的 只是说登阅成本太大了 我确实是不相信的 它那个就是造假 那么现在在这里也一样 911也一样 911你说这个飞机 美国早在八十年代末 因为大家要知道这是什么一个计划 70年代的时候 国际劫持客机很多的 70年代是国际这个左翼恐怖主义最多的时候 那时候比如说像什么 光辉道路 意大利红色旅 还有很多全球很多日本持军 很多呢 那时候它很多还有一些民族解放阵线 因为在二战结束以后的这个50年代60年代 有些地方它没有解放的 它一直都要寻求这个摆脱殖民公主国的控制嘛 所以成立了很多这种解放阵线 所以在整个70年代国际恐怖主义是很猛的 那么从70年代的末期开始 80年代开始 美国的这些航空公司就已经开始在 那时候计算机也问世了嘛 就已经是在这个搞这个飞控系统了 那么这个技术成熟在90年代就已经很成熟了 飞行控制系统 那你说你2001年911是怎么撞上去的 可能吗 别人劫持到驾驶飞机就可以撞 那不可能的 驾驶员根本就没办法去操控这架飞机的 你就像一个玩具 一个遥控飞机一样的 大家懂吗 你给你小孩买玩具有遥控飞机 这种大飞机也是可以遥控的 更何况这种大飞机呢 对吧 你自己驾驶一架飞机 只要有什么可以遥控的 就可以来这样操作 这种机器的里面这么高科技的东西 难道不可以遥控吗 老兵已经特别 已经东航的事情出来以后 我跟大家已经分析的够细致 很透彻 还有这个撒旦主义 我说撒旦主义 空中画一个大十字架 对吧 三个六 66666 这不是撒旦的符号吗 今天俄罗斯对 这个乌克兰的战争 他也称之为什么 他也称之为 消灭撒旦主义 打击撒旦主义 什么是撒旦主义 不就是他们 美国他们这些搞的事情 不就是撒旦吗 所以说这个在空客 这个飞机 我订单 我的签我给他了 那组装在中国生产 我C919 我自己的总装厂 也是在中国的 我可以自己把控的 但是你看美国什么时候 把波音的总装厂 放到中国来总装 对吧 没有这四 他都是在美国 他弄好了以后 飞机直接就飞过来 大家要知道 曾经啊 江泽民买了美国的 这个飞机 就是国家领导的专机 在上面发 就是美国波音飞机 就是国航的嘛 在上面发现 22个窃听器 那你想想看 他为什么不在你中国 这边组装 他在那边他组装 他就是动这些手脚 所以说美国波音 他订单飞了 也不要他妈说冤枉 这一次东航的事情 是怎么一回事 对吧 这个北京是一亲二二处 是吧 所以老兵就说过了 坐飞机能有看到 这个波音系列的飞机 我说在中国境内 能不做就别做 你是在国外的 你可能他不会搞你 但是我还说 能做空客的就做空客 还有一个 为什么空客要在中国来组装 万一美国的网络部队 进入到他们空客的操作系统当中去 在里面再进行飞控 那你说中国跟法国之间怎么办 所以说这个玩意 百分之百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这东西有后门的 飞控系统 这个计算机编程这一块 那么这是一个 对美国的一个反制很重要的 美国波音 那可是早就已经破产了 因为之前的那些坠机 马航的坠机什么的 包括这个计算机 迈克斯 还这个印尼的这个航空坠机以后 它本身就已经不行了 就是靠美国军工复合体 在那里给它脱底了 现在你看 丢掉中国这么一个大客户 我看他还怎么玩 所以说这个很非常邪恶 第二个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另外一个反制 中国系统成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系统集团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却一日于江西干州成立 有利于加强于系统行业 干州成立 有利于加强于系统行业 上下游 横纵向及不同领域之间的深度合作 中国系统集团官微消息 中国系统集团国际贸易公司成立 使中国系统集团加快贸易资产 实质性深入整合 推动产业系统业务聚合增效 实现聚合效应的重要举措 中国系统集团国际贸易公司成立后 将聚焦推动实现 中国系统集团贸易运营一体化 加强于系统行业中下游 横纵向及不同领域之间的深度合作 致力于打造世界一龙贸易企业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矿产资源 非煤矿山的开采 金属材料销售 金属制品销售 系统功能材料销售 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等 2021年12月23日 中国系统集团有限公司 由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武矿集团有限公司 干州系统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钢研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 这个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逐渐而成 这个就是对美国最好的 这个打击跟报复 大家要知道 我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了 你比如说美国 它造这些武器 子弹 还有它这个远望镜 望远镜 或者这个狙击枪上面的 这个瞄准镜 都要几乎百分之百 是要从中国进口 这个金属梯的 这是湖南冷水江市的 应该是属于楼底的吧 还有江西干 这个干州的这些稀土 这个对美国的尖端武器 非常重要 它的F35战机 如果没有这个玩意 它就不是隐形战机了 大家要知道 大家一定要明白 隐形是隐形是什么意思 我们应该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隐形不是说这个飞机 你看不见它 而是说雷达照不到它 仅此而已 能把雷达给吃掉 或者屏蔽掉雷 就是把雷达过滤掉 这是它这个隐形的 主要的这个作用 所以说呢 你美国 尤其是洛马公司 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军工 还有一些半导体产业 和很多的尖端科技的产业 都是要用到稀土的 那中国现在就是 你要搞嘛 我就来搞你了 对吧 我就是越来越横向 纵向 我全部都垄断 整个环节 我全部都控制住 我们拥有最多的专利权 我们也控制的 上中下游的 所有的渠道 这个就是 你美国不是要来 跟我来搞什么制裁吗 我这个制裁 我就能要你命 我说上天是公平的 对吧 中国没有游戏资源 游戏资源比较匮乏 但是中国的稀土 是全世界最多的 对吧 你美国不是说你有稀土 你可以去开采 就可以开采 那不可能的事情 专利都在我这边 怎么样提炼这些东西 我也有这个技术 对不对 就好像汽车 他们很有优势 中国现在是 世界上造车第一名 但是呢 我们得付很多专利费 他们开采 稀土也一样的 你用这种方法去开采 你也得付专利费 对吧 但你自己 你搞不定 搞不赢的 所以说呢 对这个空格公司的 这个制裁 打击 和这个稀土行业的 这个制裁跟打击 这是双重打击 所以说 中国也不是好惹的 虽然我们可以制裁美国的方式 不像美国那么的多 尤其是因为美国掌握这个金融霸权 但是我从这种 以这样的方式去制裁它 也让它像吃个苍蝇一样 很难受 它一定会拉路子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西方警告 世界领导地位 正从极其向金砖国家过渡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 极其可能会把领先地位 让给金砖国家 因为其成员不想让 发展中国家 融入他们的圈子 也不考虑到这些国家 在全球武裁上的利益 文章称 尽管七国集团邀请了所谓的 南半球代表 作为特邀嘉宾 参加最近的峰会 但其中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作为建立新世界秩序 替代西方秩序的基础 文章强调 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是为了遏制 加速全球发展 此外 西方领导人正试图 让南半球国家 都站在他们一边 包括在乌克兰局势上 这在发展中国家 很少有得到基金砖的回应 文章作者指出 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表示 有兴趣扩大 经济国家阶段规模 而阿根廷和伊朗 已申请成为成员候选国 记者总结道 如果极其不邀请 发展中国家加入 很快就会遭到60亿市 人口和世界一半经济体的反对 这个是一个必然条件 因为它不可能让你加入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要玩的是 剥削的这个体系 所以现在中俄联合起来 就是要干掉它这个体系 那我们怎么干美国 中国已经拿出方式来干了 对吧 好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贵男 现在点的练习故事 谢谢